新闻来源大风新闻 情绪激动了就是太亢奋 不想说话被定成情绪低落 和父母顶嘴吵架 晚睡晚起 打游戏又被看作是异常行为 山东24岁男子墨南上大学时赶上疫情在家 以上述种种行为被父母哄骗进精神病院 他说没想到的是 医院诊断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他对被强制住院治疗的83天经历总结为 生不如死 为了印证儿子住院时 备受折磨的控诉 其母主动入住同一家精神病院体验 没成想自愿住进去 却没了出院的权利 而墨南出院后 为证明自己没病 并防止被父母再次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发生 他极力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 想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办法 剥夺父母监管他的权利 他成功了 他的父母也被诊出患有精神疾病 那么究竟是人有病 还是相关规定让人钻了空子 对此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发现 墨南一家三口的精神护害 反映出的是 当下一些精神病医院 对患者治疗的随意管理的混乱 以及精神卫生法的不健全 今年2月 墨南和母亲前往自博士精神卫生中心 1.他的精神病史 从高三的一次请假开始 24岁的墨南家住山东省资博士 这个大学刚毕业一年的男生 还没经历社会的磨难 身心就已千疮百孔 他的人生没有规划 没有目标 唯一的念想就是打工挣钱请律师 状告精神病院非法收治 他日夜反思 自己是如何走上精神病的道路 他的思绪飘回到六年前 我想应该是高三时的那次请假吧 为了请假休息一天 他求医生开药 2024年2月24日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在山东资博见到了墨南 他提着一个手提袋 里面装着厚厚的维权材料 他说在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之前 他断断续续 吃了近五年的精神类药物 让他没想到的是 每一次配合和服从父母的诊治 都成为他后来被确诊为一名 严重精神病患者的重要依据 第一次吃精神类药物 是高三那年 那会儿住校 每天早上六点 要学到晚上十一点 每三个星期才能回家一天 感觉身心疲惫 因此墨南想请一天假休息 我妈说 除非我生病 可我有什么病呢 我就是觉得压力很大 墨南说 母亲听闻他压力大 当下就把他带到医院 经过导医指引 去看了心理科 医生建议让我休息下 我妈一听没病 让我赶紧上学 墨南为了能休息 恳求医生给他开点药 我当时就一个想法 我都要吃药了 就说明我生病了 生病肯定就能休息 没想到 我妈让我吃了药 还是把我送回了学校 此后 墨南求医生开来的药 被墨南妈妈当成拯救儿子的法宝 持续地要求儿子服用 只要和父母争吵 就被说犯病了 2017年 墨南考上了一所医本院校 大学 他一度拿到了奖学金 并成为帮助帮助他人 但他回到家中 只要和父母发生争吵 母亲就说他犯病了 就要带他去看精神科 我爸脾气暴躁 一言不合就会揍我 我妈说的激动了就哭 我要距离力争 就说我跟他吵架 他便跑去医院告诉医生 说我病情加重了 需要给我加药量 他拿回来的药 逼着我吃 为了让父母情绪稳定 墨南只能顺从 顺从变成了习惯 以至于离开家去上大学 我妈都会隔三畅五 打电话叮嘱 我要按时吃药 现在回想起来 墨南都恨自己 为什么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 还会那么听他们的话 2019年底 身高1.83米的墨南 体重已达到240斤 没吃药前 我的体重是160斤 而且我发现 记忆力减退得很厉害 墨南说 那个时候父母不和 经常吵架 吵到最后 矛盾就对准了我 无论是我跟他们吵 还是选择不理他们 他们都说 我又犯病了 他被父母要求 去北京看病 被诊断为抑郁状态 医生说 我肥胖是因为 吃的一种精神的药中 含有激素 我心想 我被迫吃了那么多年的药 没病也吃出病来了 在墨南提供的 就诊病例中 记者看到 他曾于2019年底 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就诊 精神检查为 意识清晰 定向力完整 接触主动 问答窃题 高兴不起来 没有什么兴趣 睡觉不好 吃饭还行 觉得活着没意思 有想过跳楼 但害怕没错 北京的医生建议 请家庭咨询师 我妈嫌咨询师太贵 又回资博找医院给我看 医生说 可能是父母有问题 2020年以前 多数的就诊 是母亲带 她去医院问诊 墨南说 因为她上学没时间 2020年5月 疫情时期 大家都被封在家里 墨南家中的争吵 更加频繁 我父亲不允许我进客厅 出了我的房门 就认为 我不好好学习 墨南网课之余 就是打游戏和睡觉 他也渐渐地拒绝 父母进入房间 这些行为 都被我爸妈 看作是异常行为 而他俩总因为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吵得不可开交 于是闹起了离婚 他俩闹离婚 遭殃的是我 墨南说 父亲明确表示 离婚后 不再支付他的学费 墨南求助母亲 他说他的收入低 只能给我出生活费 没钱付学费咋办 这个问题 营绕在墨南心头数天后 他想了一个 可以保留自己学籍的办法 暂时休学 申请的理由 大致写的是 因家庭经济困难 家庭矛盾 心理压力大等 让墨南没想到的是 父母真的在申请上 签了字 墨南说 休学的举动 加剧了来自母亲的关怀 三天两头 带着他看病 同年七月 墨南再一次被逼着看病 这次去的是 资博士妇幼保健院 心理门诊 医生听完父母介绍我 晚睡晚起 打游戏 不学习 情绪低落 争吵激动 关闭房门 拒绝他们进入 等等他们认为的 异常行为后 医生说我没病 反倒建议我父母 要给我空间 墨南至今都记得 父母当时的反应 我爸听了很生气 扭身就走了 我妈没主见 也跟着我爸走了 墨南从一堆病例单中 翻出一张该院的 就诊病例 日期显示为 2020年7月22日 记者看到 其被诊断为 适应障碍 记者查询获知 适应障碍 是指在明显的生活改变 或环境变化时 所产生的短期 和轻度的烦恼状态 和情绪失调 常有一定程度的行为变化等 但并不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从此 墨南拒绝吃药 二 一家三口的精神病 就诊之路 一 反抗住院 被医护控制 电击头部 2020年底 墨南的父母先后生病 作为独生子的他 挨个照顾 待他们身体慢慢恢复 就想起 让我去上学 但我的程度需 跟着下一届的学生 才能同步 我爸妈却认为 我找理由不想上学 我父亲对于他曾经拒绝支付我学费的行为 又改口说成是吓唬我的话 如果真的是吓唬我 那为什么要在修学申请上签字 墨南感到无力 他对父母善变的行为不能理解 甚至于 或许真如医生所说 是他们的精神不正常呢 就究竟谁有病的问题 一家三口争吵不休 我们相约一起去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检查 在其提供的日期为 2020年12月 1月 2月 3月 5月 以及2021年5月 在此的就诊单 该院先后给出双向情感障碍和偏执分裂的诊断 墨南认为 医生给出的诊断过于自我 进而发生争吵 因为我反复向医生强调 我目前的不开心 以及抑郁状态 可能是父母造成的 医生就在病理单上写我总认对方外在不好 缺乏自我反思 对于这些诊断 墨南都没在意过 他写他的 我过我的 谁也干涉不了谁 后来 他才知道 他和父母相约的一起检查 其实每次只有他接受了检查 父母同意检查 只是为了哄骗他去医院 2021年7月28日晚 墨南说父母再三保证 这次他俩一定会接受检查的 于是 4日的29日上午 一家动身前往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 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到医院见了一名医生 当时还没挂号 我就被两名比我壮的护士带上楼 说要去住院部 给我做检查 虽然意识到 被人左右貌似搀扶的举动有点怪 但也没反抗 以为是要和父母分开做检查 当上到楼上 身后的一扇铁门被锁上后 我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墨南回忆 当时任何检查都没做 护士就跟他说要住院三个月 我说还没检查 怎么就要住院 我一边大声说 一边扭身朝外走 他们有人拦我 我反抗 顺手甩开要出去 一个女护士就突然大喊说我打人了 她的喊声引来了一群人 之后就是我被好些人按在床上 有人用带子捆绑我 有人给我打针 我当时反抗得很激烈 结果就有人电击 我的头部 我整个头就跟药炸裂了一样 疼得想死 墨南述说这段经历时 眼泪止不住地流 在被强制住院期间 医生允许他给家人打电话 他求父母要出院 我爸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忘不了 要割去身上的腐肉 才能长出好肉来 你好好接受治疗 墨南说 在精神病院里 每天都在大量的睡觉 一天能清醒的时间 就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八九点 他觉得不正常 于是做了个试验 将吃的药偷偷吐掉 吐了药后 每天清醒的时间长了 无所事事之下 开始胡思乱想 想出去后 还能不能继续学业 想成了精神病人 就没办法考公了 想未来的路怎么走 想如何离开这里 想了很多很多 索性继续吃药 2021年10月20日 墨南终于得以出院 出院没几天 他因过于肥胖 又被父亲送进了减肥训练营 我的自由再次被父母支配 墨南害怕 还会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 他从减肥训练营出来后 一边收集资料 郁壮告资博士精神卫生中心 非法收治 且限制人身自由 一边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 如果我父母都是精神病患者了 那我被精神病患者 强送进精神病院 这算什么 二 母亲已身是病 不料被诊出精神疾病 两个月的减肥训练后 墨南终于回归了大学校园 但他并没有放弃维权 他不停地劝说父母去精神科检查 也可能是我跟我妈哭诉住院期间的遭遇 让他牺牲怜悯吧 他决定已身是病 亲自住进精神病院里看看 2022年5月1日 墨南的母亲张女士 在单位同事杨女士的陪同下 前往资博士精神卫生中心 主动要求住院 墨南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 她就诊时主要给医生说 自己心烦失眠 当时拍了胸片做了新电图 电脑答了题 之后我就被诊断为抑郁症 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张女士说 正合他意 当即去办理住院手续 这让陪同的杨女士 有些不可思议 她是我们单位的财务主管 我们一块共事几十年了 我很了解她 就是平时睡不着觉 我昨末开点要吃吃就行了 咋还要住院 让杨女士更想不到的是 带她回家准备了些日用品 再到医院时 医生咋都不让他俩见面了 张女士回忆自己的住院经历 我虽没遭受像儿子所说的 那些个捆绑 电击等治疗方式 但我住到第三天时 无意间看到自己的脸 无情无情的 仔细想着 每日打的点滴和吃的药 会不会有什么不对 但因为不懂医 也判断不出什么来 就想着赶紧回家 向医生提出要出院 医生说 我至少要住院两个月 张女士着急了 赶紧给同事杨女士打电话求助 杨女士告诉华生报大风新闻记者 她为了让张女士出院 三发五次的联系医生 即便如此 张女士还是住了15天后 才得以出院 因为入院是我陪着办的手续 所以医院要求 必须由我来办出院手续 张女士才能离开 我去接她的时候 见第一面吓了一跳 人看上去十分憔悴 那个嘴唇是发紫的 我问她在里面都干什么了 她说每天打针吃药 三夫妻俩尝试看病 均被诊出精神疾病 张女士的经历 也让她开始怀疑 精神病院的诊断 真的就如此随意吗 还是真的如儿子所说那般 是我有精神病 她回家后 劝说丈夫去看精神科 2023年11月14日 墨南的父亲 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 主宿为旺文多疑八年 医生给出的诊断为 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023年12月28日 张女士在朋友陪同下 也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 主宿疑心大 孤僻八竿九年 同样诊断为 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想着换个更加权威的医院检查 2024年2月 张女士和丈夫 带着儿子一起 前往北京就诊 2024年2月2日上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六医学中心 对张女士做出的诊断为焦虑状态 同一时间段 其丈夫在该院 同样被诊断为焦虑状态 当天下午 一家三口又前往北京安定医院检查 墨南的想法是 这是全国有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 就想来这里看看 会查出什么结果 张女士被诊断为 失眠和焦虑状态 其丈夫被诊断为情绪冲动 焦虑状态 酒精的有害使用 酒精依赖综合征和高血压 在这家医院 墨南也去做了检查 结果一切正常 对此 墨南苦笑着说 这个结果对我维权 没有任何帮助 只会让人家认为 我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 如今给治好了 三 病例写着造狂发作 为什么会在自愿住院申请书上签名 疑问一是谁在自愿住院申请书上签的字 记者查阅了墨南的病案 他本人在自博士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病案有三份 墨南说 实际上他打从住进去 期间一次也没出来过 病案显示 其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造狂发作 主素为情绪低落与情绪高涨 交替五年余 诊疗经过中写道 患者在医护人员的陪充下进入病房 表现安静 进入病房后 患者突然冲动 攻击医护人员 说要出院 反复劝说无效 给予冲动行为 干预治疗一次 将患者保护于床 给予注射液 该份病例上还写道 患者进入病房后行为冲动 攻击风险高 难以管理 与患者家属沟通后 转南二病房 继续住院治疗 在第二份住院病例中 现病史记录 2020年12月 至2021年5月 先后多次到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门诊就诊 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 给予药物治疗 效果可 2021年5月开始 出现作息不规律 经常玩游戏 到凌晨三四点 然后睡到下午一两点 言语增多 经常说自己小时候是 怨恨父母当时对自己不好 说母亲脑子没有自己反应快 要给母亲买书学习 说自己会制造毒品 说毒品能刺激分泌 多巴胺使自己兴奋 买了小老鼠 没养几天就弄死了 除了这些现病史内容 还有因小事跟父亲打架 并将家中部分物品砸坏 对于上述记录 有些根本子虚无有 但母亲都当成是她的异常行为 说给医生 我怎么会治毒品 我只是看了一篇 由武汉的一所大学 发在网上的 研酸阴素检的 合成路线图解内容 我妈看到了阴素检 就说我在学制毒品 病案中有一份 自愿住院申请书 申请人为莫南 并有其签名 莫南说 这个根本不是他签的 他也问过家人 也没有带他签过这个字 他们的病历上 写着我当时打人 是造狂发作的表现 想想我都造狂的 没有自制力了 又怎么会在自愿住院的 申请书上签字呢 后来 他出院尝试调取病房的监控 已正未曾攻击过人 但被告知病房内没监控 回应 医院称 自愿签名栏 监护人可以带签 2024年2月26日上午 记者在该院采访时 医务科工作人员介绍说 自愿住院申请书 有时候监护人可以带签 莫南父母均否认带签过字 该负责人表示 打电话安排其他工作人员 处理此事 此后无人回应该问题 莫南说 他已向法院提出 做笔记鉴定申请 对于住一次院 为何出现三份病案的问题 医院解释称 当时莫南部配合治疗 攻击一个女护士 所以从一个科室 转到另一个科室 这一出一进 就有两份病案 第三次 是因为医保结算的问题 需要再办出院和入院手续 一问二 莫南的母亲自愿住院 为何无法自己出院 莫南的母亲张女士 在自博士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病案显示 其入院诊断为抑郁状态 病史陈述者 为患者本人及其姐姐 同事杨女士 献病史中记录的内容 张女士说 都是她自己的讲述 睡不着觉 看丈夫不顺眼 做事急躁 情绪低落等等 门诊以抑郁发作 将其收住院 病案中有一张自愿住院申请书 签着张女士的名字 病案中联系人为其同事杨女士 关系一栏标注着姐妹 杨女士说 当时办理入院手续时 她是跟工作人员说过 他们的关系是同事 但私交甚好 情同姐妹 但病案中与患者关系一栏中 只被记录成姐妹 莫南妈妈张女士的疑问 则是自己自愿住院 为何她要出院时 医院不让 最后还是其同事 跟医生再三要求 医院不通知她的家人 而选择同事杨女士 前来办理出院手续 回应 医院称 出于病患的人身安全考虑 病人自己无法办理出院手续 医务科工作人员说 他们也无法判定 前来的患者 与送医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说是亲戚 我们也判断不了 对于患者 为何不能自己决定出院的问题 医务科工作人员 根据病案上的信息 叫来曾负责诊治张女士的医生 几名医生几次商量后 给出的答复 有两点 一是考虑到张女士的人身安全问题 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接出院 二是 当时正值疫情期间 如果外面不来人办理出院的话 张女士在住院部里边 自己是无法办理出院手续的 四 对话父母 莫南父亲 我能赚钱 能养家 能和朋友友好相处 没有社会危害 医生胡说八道 莫先生说 从内心深处 他从不认为儿子有病 也一直反对儿子吃药 但架不住那么多医生 说他有病 说得多了 也就信了 当记者询问 如何看待自己被诊出精神疾病的问题时 他表示 自己没病 我能赚钱 能养家 能和朋友友好相处 没有社会危害 他们医生 说我有病 简直胡说八道 莫先生称 从他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后 他就开始支持儿子维权 他就认准一个零 孩子遇到的部分医生 诊治过于随意 想怎么诊断 就怎么诊断 丝毫不负责任 莫南母亲 儿子 咱能不能不维权了 这事儿咱不想了行不 自从也被多家医院诊断为 有精神疾病后 莫南妈妈张女士 开始怀疑 医院对儿子的诊断是误诊了 你说生活中谁没个烦恼 谁不会失眠 我只要去跟医生说 我怀疑一些事情 我睡不好等 就会被诊断出相关的精神疾病 究竟是我们有病 还是医院为了挣钱 随意做出诊断 相比莫南父亲 支持儿子维权的举动 莫南妈妈则是反对的 她虽然陪着儿子去医院讨说法 但从医院出来 她就劝莫南 儿子咱能不能不维权了 咱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莫南妈妈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 自责地说 以前是妈妈错了 你看咱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你现在也有工作 这事咱不想了行不 社区工作人员 接到相关部门的信息 莫南被列为重型精神病患者进行管控 莫南不为所动 他说 他现在因为精神病院的诊断 已经被社区列为重型精神病人 并重点管控了 致使他无法考工 对于学农的他来讲 他还是很想考工的 对于莫南的说法 记者前往他家所在的社区核实 工作人员说 莫南的疾病信息 是区上的疾控中心转来的 国家有规定 对于六类精神疾病患者 是需要登记造册的 六类分别是 精神发育迟滞 办法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 双向情感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偏执性精神病 分裂情感性障碍 他们会对这些人员进行管理和服务 会定期向患者家属 询问患者的精神状态 大学辅导员 莫南没休学之前 很努力 很上进 7月27日晚 记者联系到 莫南上大学时的辅导员老师 提及莫南在校表现 他说 莫南没休学之前 人很努力 积极 是个很上进的学生 学习不错 当过班主 中间休学了两年 休学回来后 怎么说呢 只能说 顺利完成了学业吧 你跟他交流 聊不过三句 他就会说到 他被毁掉了 父母如何对他 他的未来怎么办 就明显能感受到 他每天都沉浸在父母伤害 他的这些思想里 我先看过来 他不动了 那还要不要摁 俩下词